火力充沛的舞姿 包上幸福满满的笑容 人生下半场 我们的主场计划 12月4日起 与博皮疗历史街区展出 透过分享神灵网后两个半月的培训成果 呼吁现在所灵族勇敢踏出舒适圈 挑战新事物 创造推秀后截然不同的下半场 对自己的生活目标 开始没有了一个规划的时候 那就会很快速的老化 大概台湾80%的人都会跟你讲说 我想要去旅游或是环游世界 但是数据显示 大概只有16%的人会把旅游 真的变成他们退休后生活的一部分 而有那其中64%的人 退休后并没有出去旅游 并没有出去做更多的发展 我们觉得首领族群 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有带首领族群 他们去二四奈环岛 唱Rap 透过这样去协助他们 建立起对于自己的自信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主办团队表示 希望透过首领网红们 鼓励现在首领族走出户外 进行更多的尝试与冒险 也让人们提导思考与准备 退休后的生活规划 其实年龄不应该是拘束你所有 包括外在形象 包括有很多的行动的限制 这个部分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自己突破很多 所以现在有一点点有勇气 把过去压箱底的 大概年龄少个十几二十岁的衣服 可以拿出来 我以前其实是一个 不敢站在舞台上讲话的人 其实我会面对群众 我是会恐惧的 像前阵子就刚好一个机缘 去接了一场主持人 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课程 让我训练可以面对群众 没那么紧张 这就是我觉得这次的上课 给我很大的进步 时代快速变迁 首领族在课题使用上逐渐落后 主办团队表示 在无人教导的情况下 首领族慢慢地与社会脱节 而最让大众忽略的 其实是当中所产生的臭败感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会遇到 可能爸爸妈妈问自己说 手机要怎么用等等 有时候就是去跟他们多讲 既然他们有兴趣 能够教他们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 这个东西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信心 他们学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 终于跟这个时代有接到鬼了 舞台上光芒四射的首领网红 不停找回自己的人生主场 也为退休生活创造出新的价值 透过这次展览 除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勇气 也为现在首领族的退休生活 带来更多精彩的可能性 记者黄欣梅 林立恩 台北采访报导